现在就查清楚了 刘五四是冤枉的 要按平时表现 这个名额肯定是给刘五四 你们看怎么办 要不这样 去跟周末好谈谈 让他把表格交出来 让刘五四天上不就得了吗 王万 任何事一到你这就容易了 这有什么难办的 我去找周文海 老汉 你说 昨天咱们刚刚把名额给的周文海 没准周文海都已经填完了 现在我们去跟他说 这个名额不给他了 给刘五四了 这太打击了了吧 你让周文海能辩过这个价吗 对 这个责任在我们 和人家周文海没有关系 要不这次先给周文海 以后再有名额呢 再给刘五四我就行 那对刘五四也太不公平了 我说李亦青啊 磨磨叽叽的你怎么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说怎么办吧 你给拿个主意 这个主意啊 我也不好拿 起来 我坐一会不行吧 要不我看这样 咱们就跟刘五四直说 怎么说 就实实就直说 听着他的意见 怎么办那么半年办不完啊 这么点事赶紧办办完让人走了 听见没有 我给你 转正名额呗 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不是 这不出了那档子事吗 昨天头就给我了 这会儿头们啊 正在屋里开会犯男呢 行了 你赶紧给他填了吧 拿走拿走 你怎么那么烦啊 让你填你就填呗 本来这名额就是你的 快填吧啊 听见没有 赶紧给人办啊 开会了 李伍斯 你有事啊 刚才稍微啊 把这表给我了 我觉得 既然你们已经决定 把这个转正的名额给他了 就给他吧 别改了 也别犯男 要不然我们俩推来推去的 别扭 你可想好了 你可别感情用事 想好了 李伍斯 这个机会可很重要 别赌气啊 我真没赌气 转正的机会 又不是只有这一次 我相信自己 只要我好好干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这小伙子不错 好 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派出所呢 给我们村老百姓办了这么大一个好事 说什么 我们也得送一个锦旗 好 李所长 接锦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以后啊 会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好 全体都有 敬礼 好 好 来 来 来 今天来来我这儿什么事啊 谢谢啊 沈老板 我们俩呀是硬着头皮来的 怕你不给面子 怎么会呢你们两个 稀客 我怎么会不给面子呢 什么事 我们今天来呀 主要是这个 我们先还一部分钱 这个还是我们的还款计划 你看看 到时候我们贷款下来呀 保证一笔一笔地还 这二十万你先收下 你说 咱们两家 一会儿做生意挺长时间的 对吧 之前一直都挺愉快的 你说这事弄不的 行 你们现在有困难 我就帮帮你们 将来我有困难 说不定你们也帮帮我 好不好 我看挺好 行 谢谢啊沈老板 对了 我今天还有个事想求你 什么事啊 今天中午 我想请你跟零五四 一起吃个饭 可是零五四那儿 不好意思打电话 你帮我们约吧 对 实在是不好记得给他打 咱也没脸打 哪还有脸打呀 我这脸早就没了 永年啊 永年啊 我跟你说几句人话了 这么多年到现在 我不是人哪 你说我弄的这一桩桩一件件啊 这让五四添了多少赌 让他犯了多少难 你说我这不就是王八蛋吗 我现在才明白 人家五四也没啥想要的 想做他 他 他就想 干好警察这活儿 当一个合格的警察 我 我对不住零五四 也对不住他家里人 我就跟彩肉想请他吃个饭 可是 我又怕 对五四影响不好 所以就想请你出面 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吃个饭 我明白了 你不说了 你的心情 你的意思我全都懂 好不好 电话我打 好 那个派出所吗 我找一下刘五四 五四啊 我我沈永年 是这么事儿 那个现在这蓝老板和新老板在我这儿呢 对那个刚才说过来还一下钱啊 然后主要是这事儿 中午呢 说想请咱们俩 主要是请你 说吃个饭 然后说有些话想和你说 那个表达一个感谢 你有没有空来一下吧 好 好好好 行行 我懂了 嗯 好嘞 好 那行我和他们说 再见 他答应了 没有 五四说呢 只要咱们两家能够好好的 一块好好做生意 那就是对他最好的打谢 他就不过来了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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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好好的 那沈老板 咱们去吧 行 那走吧 走走走 好 早点 请 等会儿 五四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打招呼你也不理我 没看见吗 楠楠 快叫二叔 二叔 呦 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二叔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饺子 哎呦 还带东西给我呢 这是你哥给你买的护漆 好嘞好嘞 屋里坐吧 你过来吧 你过来 屋里不说来来来来 这儿说 先坐着啊 走 这儿买的你哥这么多了 啊 小子谁包的 你嫂子包的 我现在家里不干活了 谁家不好 手脚也不好了 尝尝 嗯 嘴角不错 好吃吗 好吃 慢点 哎 你记不记得那会儿 单家穷 一年吃不上一顿酒 有一会儿咱妈说 晚上给咱俩下饺子 那一天 咱俩跟多少同学吹牛 见人就说 我们家晚上包饺子 那时候跟人家说 咱家包饺子 没问题 后来 下课灵一想 咱俩拿起书包 撒腿就往家跑 我还奇怪 怎么你跑的能比我快 给我急的 我就生怕你回去以后 把那饺子全给吃了 我也纳闷 你说我那天怎么就跑那么快 我推开门 看见咱妈 拿着一盖帘饺子 正准备下饺子呢 哎呦我兴奋的 我这咔就冲上去了 妈这饺子好了吗 咔嚓 一盖帘的饺子呀 一个没胜 全扣在煤堆里 你呀 绝个大屁股 还蹲在煤堆里面 扣着脚呢 那能扣得出来吗 还跟我说 没事没事 我上去就给你爸一脚 后来咱妈说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觉得 好像是妈说 等会儿 再重新和点面 给你们葱包 什么呀 妈说 伍斯啊 去 拿点玉米面 咱们贴饼子吃吧 大事我都哭了 哥 哥 哥 把钱拿走 我爸说是给你的 给你的 走啊 三十七床余燕华 采烧结果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 提手术 这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看一下没问题 就签字吧 麻醉病发症 严重者可知休克 心率失常 危急生命 医生 麻醉也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是有的 不过概率很低 不用担心 术中术后大出血 严重者可知休克 危急生命 医生 这种手术是不是很容易 大出血啊 大出血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发生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小 你们不用担心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 就签字吧 没事吧 好 你们准备一下 一会过来叫你们 护士 让三十七床做一下数据检查 好的 三十七床医院黄 来量一下血药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好的 好 喂 你好 艳华 艳华你终于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艳华 嚣华 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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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华电话 艳华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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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人在哪儿 有没有告诉你 怎么才能联系到她 我一着急忘了问了 我一着急忘了问了 小静 有燕华的消息了吧 有 有你就告诉我呀 哎呀 我也刚听我妈跟我说的 所以燕华这认诚反应太严重了 吃什么都吐 所以就得好好养着 燕华爸妈觉得 怕你照顾不好她 再说不都是燕华平时照顾你的吗 就想着把她拉到一个 舒服的点地儿 去好好养了去了 你不用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人家爸妈说了 说这几个月就不想让你见到燕华 说你要非要找她去 就以后再也不让你见到燕华了 她父母还是不接受我 那燕华呢 燕华怎么说 燕华能怎么说呀 燕华当然得听她爸妈的了 你就踏踏实实工作吧 我大姑大姑父肯定会好好照顾燕华的 放心吧 好 燕华 别紧张 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就是 放心吧 什么事啊 真不用告诉五四啊 不用 那一会儿我有点什么事 你就告诉她 我爱你 也许月落无声 也许花开无变 却从未改变 四季的流转 也许勇气悠闲 也许错着无变 也许错着无变 我从未改变 最单纯的信念 也许悲喜交接 也许冷暖人间 这就是生活 给人生的体验 也许风霜雨雪 也许碧海晴天 心在痴缝之间 丝毫不曾对决 每一天 回头看过去的岁月 我追寻的梦很远 却站在新的起点 这一条无弃 我先给你用五四打电话 杨华 杨华 我是五四 我知道是你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你不跟我联系 你是要折磨死我吗 你说话呀 自从艳华离开嫁以后 我的心始终揪着 常常会隐隐作痛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艳华果然出事了 出大事了 你来了 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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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晚了 我早就应该来的 五四 我尽力了 我们的孩子保住了 你要等爸爸 我跟自己说过 我一定要对你好 为了你和儿子 我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高兴吗 我能不高兴吗 我在这儿都快憋疯了 咱家是不是脏的 已经进不去人了 没有 你将来出院以后啊 家里的活都是我来干 你就负责享福好不好 都是你负责干的 你看这段时间瘦了你 我能不受吗 这几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我都快把自己逼疯了 你走了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我饭饭吃不下去 觉觉睡不着 咱俩是两口子 有什么事你不能告诉我 以后我什么事都告诉你 我现在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落地 落地 咱的孩子就叫落地吧 快 要是生个闺女呢 男孩女孩都叫落地 你 哎 哎 呀 闻海来了 闻海来了 闻海当然得来了 你这样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你也不说一事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哎 呃 院华 你想干什么呀 啊 这么大的事你就跟谁都不说 你看你给他急的 你以后 但是这种事也不能有下次啊 你真别这样 你 哎 听说你这一病吧 弄得我心里头都咯噔咯噔的 好像什么了似的 就 就 整个我就经常在那想 想过去对你们俩怎么就那么不好 哎呀 行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 咱们都相互担待着 反正碰见你们两口子吧 我这真是命苦 是吧 就让你们一比 比的我人品什么全没了 哎 行 看你这样我也算踏实了 哎 看着你们这么恩爱啊 我也挺高兴的 真的 哎 你这 低的多路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就是 想正式的通知一下二位 过去的事对不起了 不过我觉得你们俩得感谢我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爱 是我一巴掌又打出来的 哈哈哈哈 要不我也帮帮你 好了 还是我让你们更爱一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会儿 又是六年过去了 李玉清掉走了 老万也掉走了 调解纠纷 破案 维护当地社会治安 每天都很紧张 脑子里 时时刻刻都绷着一根线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突发事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神临险境 叶华跟我说 我的这份工作 总让他放不下心 夜里常常会被落梦惊醒 吓出一身冷汗 我跟他说 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我心里明白 危险 时刻都伴随在我身边 你看谁回来了 小妈 爸爸 快去 周弟 爸爸 想我没有 想我 爸爸 想死了 快让我抱抱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这猪脑子 钥匙不在你身上吗 对 你看我 赶紧开门去吧 快 我抱你 没事 钥匙 我给你醒个假啊 那个我们家五四今天回来 我想早点回去 帮我妈妈 行 你等会儿我 我干完这活跟你一块儿去 这给什么关系 这跟我怎么没关系啊 五四 可是我哥们 他回来了 我怎么样都露个头了 都住在一镇上 你什么时候看就不行 这得正式跑我们家偷弱了 等会儿 那我还想大叔大婶子呢 反正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老公 听你的那个意思 我心里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 咱俩不信 真的不行 都没有缓冘 还吃 他们荧故 都没解几 什么 去 有 身体 制作 的时候 头 我 妈 我回来了 来了 干啥 房子来了 你怎么又带鸡了 你看 你看 上次你带来的鸡 我还养着呢 都不值钱 来来来 快进屋 进屋吧 妈 到哪儿来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我的乖孙子来了 快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报复呦 房子 沉着呢 你可不能沉 房子 没你事了 你应该回去看娘去吧 走走走走 说什么呢你 房子 别理他 在这儿吃饭 走走走 快进屋 来来来来 你小心啊 太沉了 是 太沉了 可真报不动了 真是 又长了 好 姐 妞妞呢 你怎么把她带回来啊 她去她奶奶家了 你就真想一个人带孩子过来 不找来 你看妞妞现在都这么大了 也懂事了 我一个人过惯了 我觉得现在这种日子挺好的 我也挺知足的 那你跟她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宝子呀 什么怎么回事啊 宝子她那个抽风呢 抽风呢 抽什么风呢 我看人对你不错啊 姐 她给你表白过吗 怎么会呢 我给她打那么多 何况我还脱个小油瓶 怎么不可能呢 我觉得只要人家愿意就行 真心给你过日子 有什么不可能呢 怎么说呢 我总觉得我以前那些破事吧 就够丢人谢谢你了 如果再找她这么一个比我小的 那全村人还不看笑话 那还不戳我今天鼓吧 姐 我觉得你别那么笑 别看这膀子平时大大咧咧的啊 这事她不可能开玩笑 我看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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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拿着 朝她啊 是这样的 是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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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在你那干的还行吧 挺好的 别让她干太累了 我能吗 你带着孩子吗 公司不能撒开啊 她加班啊 我还多给她加班费呢 我干的不多 还多给加班费 你不会看上我姐 我告诉你 那个是我姐 啊 知道 我记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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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打算把落地儿接回来 不送回去了 我告诉你啊 我可没时间接送 将来都是你的事 昨天我去我爸妈家呀 我发现这孩子让我爸妈惯的 根本就没个样子 我说话一点都不听 所以我就没经过你同意 我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带回来放哪儿啊 我都联系好了 放学圈班啊 让老师好好教育他呀 咱俩谁接送啊 我要有空我接送啊 没空我不是还有我姐吗 赵小静是欠你的还是欠我的呀 我不就原来跟人谈个恋爱吗 你这用起人家还没了呢 我姐没事 让我姐去吧 哎 五四 你看出来了吗 你姐跟绑子有点意思啊 真的假的 还真的 怎么能 别胡拿到啊 我发现你们男人吧 对这种事就一点都不敏感 我告诉你 他俩要真能在一块的话 是个好事 最起码要绑子安置根置底吧 绑子跟我姐差着岁数呢 他俩要真成了 我将来跟绑子叫姐夫 你叫姐夫怎么了 这都什么年月了 只要他俩愿意就行 哎 五四 我想了 要不要让我去搓搓搓好 我发现你当了这副乡长以后啊 真是天毛卫了 副乡长你别干了 你当媒婆得了 哎 我真的好心吗 你现在的注意力 就放在孩子身上跟我身上 其他的事你别管 那你干嘛呀 我能干什么呀 当警察呀 你还会干嘛呀 还会照顾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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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丁 你到老爷家是不是不听话了 没有啊 爸爸你帮我装饰一下 谁给你了 一个叔叔给我的 你告诉我 你叔叔长什么呀 他穿着一个灰色的衣服 爸爸把那个是当黄给我 那是叔叔给我的 县里小区不要搞绿化 管务医院呢 是我哥们儿 对不起我早上树苗子 今天跟我联系了 他们要收购150克 银行树苗子 我算了一下 平均每克呀 三百块钱 收购价格也就两百五十块钱 这买卖有赚点 咱们上哪儿 上那么多树苗啊 隔壁那老高姐 不是种了二十多亩的吗 你老高姐的树苗子 能卖给你啊 那年咱们七院去啊 转他们家点地方 我那这两家打的都动手了 对对对 你还想跟人家去买 大鸟 他们家树苗子 也不是为了看的 是不是 价钱给合适了 凭啥不卖啊 卖不卖的 咱先问问就行吧 谁去问呢 你去问啊 我 让妈去吧 妈这份大 她就是不卖 也不至于对咱妈不客气 别让妈去了 妈心脏不好 出点啥事 犯不上 没事 不就去问问吗 卖不卖的 对不对 这买的不在人情在呀 就是说她卖了吧 她还能把我筹骂一顿呀 你还是算了吧 你别去说了 那老高姐那婆娘 死厉害 行了你别管 这事我知道怎么说 阿姨 阿姨 你看这什么 喝 哟哟 好家伙 我这么大碎水 变成这啥啊 美人鱼啊 哎 养鱼的那个 咋没来啊 不知道 别进屋 在这儿等着 妈你还嫌的心啊 可不信咋的 在这儿等着 我去拿个棚啊 哎呀 来啦 阿姨你知道吗 你点银行术可没钱了 大胆了 我估计你那么些个 怎么也得值个七八万 七八万啊 你再少说点啊 七八万我可不卖 我那个数啊 最细的一颗 也得比你这个鱼粗 那怎么也得值七八万吧 哎 你会不会算数啊 我一颗不低于二百五六 一千颗啊 小三十万呢 那你可发大了 我发 我再发还能比你有钱啊 少给你做大矿站 那以后你年好几百万呢 臭眼 你多有福气啊 哎 你不得感谢我啊 要不是我给你 让沈永年 能有今天 要是当年嫁给刘五四 那不就完了 怎么就完了 刘五四现在挺好的 侄媳妇啊 侄媳妇 哎 侄媳妇 叫谁呢你 哎呦 侄媳妇 你说我能找谁 我就找你呗 啥事儿 侄媳妇 你知道 大兄姐她是做树苗子生意的 让我打听打听 你们家那树苗子卖不卖呀 树苗子 卖啊 咋不卖呢 卖不卖 卖 那太好了 那多少钱一颗呀 嗯 十公分的三百 十二公分的四百 十五公分的六百 六百 六百 侄媳妇 你看看 这都是街里街坊的 能便宜不 便宜 行啊 便宜十块八块 没问题 便宜十块八块 就这么一点 你不是含着我们的吗 瞧您说的 这是啥话呀 能便宜就不错了 我卖给别人都不便宜 我告诉你 你爱卖不卖 我跟你说呀 你呀 是爱卖不卖 你就去卖给死人 那死人呀 都不要 嘿 老太太 你是不是找打架呢 啊 谁要买树苗子 不是你要买吗 你是死人哪 哎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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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 哎 你男人不就是个工程所所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跟你说啊 但是有人听着 哪天他收贿了 他给抓起来了 他也得判个无期徒刑 是是是 是判无期 可是谁再有无期啊 谁心里清楚 她要是在监狱不服管啊 就得直接被枪毙 你们家那二小子 就是强奸杀人犯 早就该枪毙了 卖 卖 我的妈 老高可你什么东西啊 你把我妈气的 你什么东西啊 不是 谁 谁是谁气她了 她 她不是说她买树苗子吗 你说买树苗子 你就说买这树苗的事 说什么 无奇徒刑 你们家才无奇徒刑呢 你们家无奇徒刑 你们家倒一辈子倒霉 别说了 你们才倒霉了 别说了 你们家倒霉还倒着呢 谁倒霉 等着嘛你 你们家倒大霉 小姐 你进去 小心别借着血 行行 你等着 快 让我告诉我 快 你给我出来 赶快给你们了 回去 小琪 我告诉你 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一个个的 什么样 瞪眼巴皮 他以为我怕他们 你至于吗 他们家人不讲理 何必跟人家一般见识 这人最倒霉的见识 这处不着一个好邻居 我告诉你 老梁家他们这一家人 就没一个好祸 去年 他们齐院墙 愣是占了我们家 快半尺地儿 让我那角色给刨了 上午算晚 瘦瑶子 推 我就一把火烧了 我绝不买给他们 你这不是支气吗 我还告诉你 这做买卖啊 看的就是利 只要能挣钱 你管的是谁呢 正好就收 小剑啊 我还不瞒你 我那银杏术啊 一二根就不愁卖 最近啊 年二姨夫 在县里就联系了一批 县里明凤小区 搞那个绿化 在我这儿买了150个树苗子 就这两天过来挖 我卖他们了 那你至于刚才发 那么大火爆脾气干嘛 哎呀 你不得到 我烦着他们家人 我可告诉你 他们家老太太可有心脏病 你看刚才气得那脸煞白 气死他活该 再说了 气死人也不犯法呀 你跟我妈可是真是亲戚俩 说话一样 这脾气火爆也一样 点火就着 就你那脾气 你那臭脾气也够呛 我脾气臭吗 不臭吗 我得吃 你吃不吃 你再不吃我送你了啊 行了 不吃就不吃呗 在你老的家吃什么好东西了 回来什么都不吃 我多亏把他带回来吧 让我爸妈惯得没个样 你回来开始挑食 什么都不吃 什么话都不听 不吃啥不饿 咱不吃了啊 你又不是 这好人都让你当了是吧 你就惯着吧 我不是觉得亏欠孩子吗 长这么大我都没怎么管 你觉得亏欠孩子从明天开始 你是在我所里边带着他 你出去办案 你出去吃饭 你都带着 没问题 伯爹 回头爸爸去排出所上班 带着你好不好 咱们一起去抓坏人 嗯 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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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喂 文海 好 我知道了 行行行我这就过来 哎 哎 廖华 你们先吃啊 我去那儿所里 嗯 爸爸 怎么了 你干嘛去啊 你不是带我去抓坏人吗 哎 等你长大了 我再带你去抓坏人 啊 你现在先听妈冒话 把饭吃完就能长大个儿了 快去 没事把门带上啊 哎 你慢点吃 你 咱们现在好几天没吃过饭了 就是 哎 慢点 我中午我知道 我中午啊 就局里开完会 我去局食堂一看 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没敢直动万就 哎呀 你都周大指导员了 你不好下顿馆子 我上午开会 下午还开会 开完会晚上回来 又要给你们开会 我哪有时间下馆子 喂 嗯 听说上面又给了一转正名额 没事吧 有 好 这回再有名额 赶紧给好桃转吧 再不转 海桃再喝耗料了 嗯 我就不明白了 我怎么混到这种地步了 姥姥不亲舅舅不爱 当初咱们六个人一块来的 都转了 就剩我了 什么叫就剩你了 那不还有刘五四呢 放心吧 这回真要给了名额 刘五四肯定能让给你 五四也不容易 就算人家让 我也不能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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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